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7月底决定启动资产售身计划 宣布将旗下网络与通讯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s业务拆分为独立公司 并以启动寻找外部投资人的程序 这项策略调整标志着新任执行长陈立武Lick Bulletin10上任后对营运架构的重大改革 目标是精简资产组合削减成本并强化核心竞争力 英特尔在声明中指出这项新事业将延续Oterra模式 即由英特尔担任主要投资人同时保留未来成长红利的机会 公司表示与先前的Oterra模式相同 他们将继续作为主要投资人 为未来成长保留潜在收益的机会 同时协助这项业务迈向下一阶段 其实早在今年5月 路透便引述消息指出 英特尔考虑出售旗下网络与边缘运算部门 原称NEX 该部门为电信设备提供晶片解决方案 2024年营收达58亿美元 占公司总体营收约11% 不过自今年第一季起 英特尔已将NEX整并进资料中心与PC事业群 并停止单独披露其财务表现 此举是英特尔全面重组的一环 陈利伍上任后即着手调整方向 聚焦高成长领域如AI晶片 并陆续出售非核心资产 缩减资本支出与裁减人力 此前英特尔已于4月将旗下Altera可乘式逻辑晶片 FPGA业务的大部分股权出售于私募基金 Silver Lake 交易估值约为87.5亿美元 几乎为2015年原收购价的一半 尽管推动重整 英特尔近期财务压力仍然沉重 英特尔7月下旬公布的第二季净亏损29亿美元 主因是任列8亿美元设备减济费用 并警告第三季亏损可能超过预期 英特尔还宣布裁员15% 暂缓美国俄亥俄州先进厂房建设 执行长陈利伍透露 公司工程师正全力与客户合作 启动下一代合同制造流程或代工服务 同时英特尔也坦言 若无法争取到关键大客户 英特尔14A制程可能被迫终止 根据英特尔向投资者发出警告 其表示若无法吸引外部客户在其工厂生产晶片 可能不得不退出晶片制造业务 英特尔警告若未能找到大客户 可能关闭先进制程业务 如果英特尔无法确保重大的外部客户 并达成英特尔14A的重要客户里程碑 就面临一个可怕的前景 继续开发与制造英特尔14A 与后续的先进制程节点 不惧经济效益将不再可行 受此消息影响 英特尔当日暴跌超8% 每股20.70美元 一周跌幅达11.61% T.D.Cowen分析师Joshua Bucketer表示 这些披露的资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其代工业务成功几率 以及如果英特尔不开发领先的制造能力 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的长期选而未决的问题 Galbelly Funds投资组合经理Handy Susanto表示 目前人们正在质疑英特尔18A的成功程度 英特尔18A的失败将是一个糟糕的故事 不过英特尔表示 最新等效业界1.8奈米的英特尔18A先进制程进展顺利 但下一代等效业界1.4奈米的英特尔14A制程 将根据已确认的客户承诺打造 然而首次警告弱 找不到外部大客户 将考虑取消14A与后续先进晶片制程的开发 专家解读 这可能象征美国制造晶片的末日来临 是将更仰赖台积电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表示 英特尔18A制程正迈向下半年量产 这是首要之物 进入量产后 有助吸引外部的晶圆代工客户 比如给美国政府等重要的英特尔18A制程客户交代 他也说 将根据已正式的客户承诺 投资下一代的英特尔14A制程 暗示 除非吸引外部客户兴趣 否则不会投资 他指出 英特尔18A制程的问题之一就是 少了和外部客户的紧密合作 而英特尔14A制程的前景 会优于英特尔18A 正是让潜在客户参与英特尔14A制程的开发 并提出回馈意见 Widebush证券分析师布莱森指出 若找不到人投资 就要放弃英特尔14A制程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晶天业分析机构Semi Analysis也说 英特尔这家孕育摩尔定律的公司 正首度评估能否维持领先优势 那么半导体业界可能永远要讨论台积电的垄断 以及美国制造半导体永远死去 不过 也有业界人士认为 不必过度悲观解读 这应是英特尔将本求力 更加务实面对扩展晶圆代工业务的计划 不能只顾着埋头开发技术 根据英特尔提交的季度大案显示 采用英特尔14A制造工艺的客户 对于该技术的成功至关重要 如果英特尔无法获得一个大客户 它可能会彻底关闭其尖端制造业务 这一潜在转变 对于一家自称遵循摩尔定律的公司来说 将是历史性的 摩尔定律是英特尔联合创办人戈登摩尔 对晶片行业数十年来快速发展的观察 多年来 英特尔因管理失误而陷入困境 错失了人工智慧竞赛 并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长期竞争对手AMD 前执行长基辛格曾向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注资 试图与晶片制造巨头台积电竞争 陈立武上任后 以采取措施扭转局面 亲自审查所有晶片设计和投资 陈立武在与财报一同发表的备忘录中表示 他们正在与大型外部客户密切合作 从零开始开发Intel 14a 未来 他们对Intel 14a的投资 将基于已确认的客户承诺 他还强调 他们将在客户需要的时候 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并通过始终如一的执行 赢得他们的信任 英特尔表示 如果没有重要客户 将考虑取消或暂停Intel 14a 及后续技术的开发 答案显示 若采取这一举措 公司计划在2030年之前 继续生产采用Intel 18a技术 及其变体的晶片 陈立武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 他专注于与客户合作 确保Intel 14a取得成功 而与外部客户的紧密合作 是Intel 18a所缺乏的 Intel 18a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投入大批量生产 陈立武表示 在Intel 14a的开发过程中 引入潜在客户并获得反馈 以使其比Intel 18a更有前景 这让他更加有信心 这一次 英特尔的客户 在Intel 14a专案初期 就参与进来了 英特尔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可以更快地学习 从而取得更好的结果 话虽如此 但答案还指出 停止内部制造的决定 将对英特尔造成重大影响 意味着公司将逐渐依赖台湾的台积电 进行合同制造或代工服务 此举一将使英特尔 在与AMD等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因为AMD与台积电 有着更长久的合作关系和合作经验 截至6月底 英特尔拥有价值约 100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设备 若停止Intel 14a生产线 预计其代工资产将出现重大损失 总体来看 英特尔在晶片制造领域的困境 反映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 台积电作为行业龙头 其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地位 使得许多公司依赖其代工服务 英特尔若退出尖端制造业务 将进一步巩固台积电的市场地位 同时也暴露了英特尔在技术创新 和市场策略上的不足 这一系列变动 无疑将对全球晶片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